柯文哲这个活动为什么后来就取消了 照理说一般来讲我们办活动 你也办过很多活动 人不够赶快找人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你就看那个民调会比较准 这两天的民调出来 如果你看到交叉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30到40岁 这一段的支持度 柯文哲大幅下降 然后赖清德有上 有上升一点点 那其实我们大家估计 大概这个事情应该跟反扶帽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想想看 当年坐在立法院旁边的 这都二十几岁的 现在大概就30岁左右了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反扶帽这件事情 是对他们的杀伤 还有狗这件事情 对他杀伤力很大 那我们常常有时候 估计新闻世界跟民调关系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用立即的去看 那其实不是台湾社会的状况是 我一个新闻事件出来 大概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才会发酵到民调上面 看出比较重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 跟他反扶帽的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还有他一连串的失言 包括对赖清德去当外傭 然后还有把日本的那个关系 自民党干事党也搞错 对也搞错 他不只是搞错 还把人家的话给曲解 对 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个群众来讲 他们是很 就是柯文哲的原来的吃吃吃 他就是飘的 他就是散的 然后第二个 南部可能也比较弱 然后所以当这些东西 讯息都出来的时候 那个想去参加的意愿就降低 这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 你刚刚看那个时间 22号办柯文哲 前面郭董已经要连办三场了 对 你不觉得他们的 就我的直觉 柯P的支持者跟郭董的支持者 在某一个部分是重叠的 对 没错 那么吴子佳的粉丝也是重叠的 就我看这个时间的分布来讲 他就叫做过度动员 太累了 对 频繁嘛 对 我同样一批支持者 我去听一次 然后我再去听第二次 然后我再去听第三次 那其实就没力了 对 而且时间点差那么近 差在一个礼拜以内的活动 一定会互相干扰 而且你还不要忘掉 他北部的7月16号 还要动员一大堆人上街 对 这些情绪 就算对政府有很多不满 对他们有多大的崇拜 这么大热天上街一次 已经很够了 然后我还要去 花时间去参加你的 这个见面会 还借什么面 你讲的话应该也都跟那个 各场东西 大家都讲的差不多 那我要重复丁重复丁 其实就没有兴趣 所以这个时间的编排 我觉得是 本身这些厂制的编排 或商讨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他并没有把 并没有像一个单独候选人的 造势活动 那样子把它配得非常好 那么主办单位可能也是 说这是郭台铭的 这是 这是 柯文哲的 然后大家就把它兜起来办 然后看看谁的人气高 有时候主办单位会这样子 会不会充人气 我看你的人气高 我就 主办单位的心思就往 人气高楼那边偏 然后人气低了 然后你前面又出状况了 然后就降下来 他就不动了 然后最后就取消 这个本来就是很 很一般的商业活动 即使是政治活动 我们也常见这种状况 状况不对就取消 这样子就好 可是这两位 应该算是好朋友吧 你说柯跟 吴子佳 对啊 应该是 原来是好朋友 去年都觉得他们两个如交士气 对啊 然后怎么会 为了一个活动 然后就翻脸 而且说实来话 这个 即使有办一个活动翻脸 也不用呛吓呛成这个样子 然后更奇怪的是 我干嘛要把 我其实很不喜欢人家用截图 我们两个在通话 通话 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 过两天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两个通话内容 在讨论 讨论的东西 那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的影响会造成说 我以后我就不敢给你 讲真话 对 那以后的大家 他们这两个好朋友中间的 沟通管道 应该就会开始主射 OK 好 好 那吴子佳今天是骂柯文哲说 你第一场办完之后 效果不错 你就骄傲了 有一句台湾话 叫笑拜没六百个故 我们等着看 最新的民调看起来 好像对侯友宜来讲 危机越来越大了 简单说一下 现在今天最新的民调了 今天最新的 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 公布了这个民调 那因为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 它是长期有在做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对照跟对比 我们看两个重点就好 第一个重点是说 如果是三个人选 就是郭台铭没有出来 状况底下 修所变化 五月到七月的变化 两个月时间 我觉得看得出来趋势 第一个 赖清德的民调呢 跌了 小幅下降 2.8 大概3% 误诈范围之内 不过民进党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在国民党这个乱局当中 我们不仅没有上升 甚至还微幅下降 这是我们要加强的 第二个部分 侯友宜跌非常多 侯友宜跌了将近7% 24到17.6 对 24到17.6 跌了将近7% 5月8号到7月10号 两个月而已 是 稳坐老三 他跟柯文哲的差距 也看得出来 随着两个月的时间变化 柯文哲是持平 都要25% 侯友宜跟他的差距 从本来差1% 现在是侯友宜 落后柯文哲到8% 这是三个人的状况 那如果 现在更有可能的情形是 郭台铭看起来选到底了 金小刀的操作 让郭台铭可能会选到底 民众党对于他的态度 也感觉让郭台铭选到底 你看 如果郭台铭加入之后 赖清德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赖清德现在32.4% 对不对 如果是三个人 没想到 有四咖都的状况底下 赖清德还上升一% 反而变高了 对 但是我就讲 好吧 这算他抽样误差 对 抽样误差 3%以内都算抽样误差 所以当成持平 所以代表 郭台铭参选对赖清德没影响 那就要讨论了 谁影响最大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侯友宜 侯友宜影响比想象中的小 国民党的朋友 只要认真看他这个民调 侯友宜的民调从17%变成14% 也是3% 其实影响的非常少 柯文哲的民调 影响的比侯友宜多 25.9 25.9变21.1 所以差了大概4%多 4%多 那郭台铭呢 他自己是12.5% 大概呢 如果以这份民调做出来 郭台铭会是第四名 侯友宜是第三名 柯文哲是第二名 赖清德是第一名 那这个两个民调 显出一个状况 郭台铭还没参选 宣布参选状况底下 侯友宜的民调是积落不正的 所以国民党现在要救侯友宜 我跟大家报告 国民党从7月19到21 一连三天都在办 深蓝的造势活动 那现在他们认为说 要先巩固深蓝 希望说 让本来现在对于侯友宜 还有侯友宜的这些深蓝的支持者 可以回来侯友宜 看起来国民党操作深蓝这件事情 是他们唯一的解放 的确 侯友宜的民调能不能回稳 然后国民党内的纷争不断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谈 那我先请教一下 宜会 宜会你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 因为柯文哲跟吴子佳的这个贴图 我真的觉得其中有三点 就其中刚刚两点 这个冠景已经说到 就奔走天下 其实真的受到二月和的影响 那以及这个没有付钱 但是我看到还有另外一点 他在台坡大楼 约在台坡大楼 哎呀台坡大楼 台坡的老板是谁啊 林博石 林博石 那为什么林博石过去 又一直提倡福茂 一直吹捧这个中国的经济 这个是不是因为他的金主 认为说福茂对于台湾 这个是他所想要的 所以会给柯文哲这样的观念 我在这边先放在这边 让大家可以看 然后至于要说 我又没有付钱 那我想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付钱了 就有人帮你动员吗 如果付钱了 他就不会再去 他就会特别专心 照顾你这一场 你是嫉妒还是羡慕呢 那难道说如果这一场 你满意了 你就会付钱吗 这有三个不同层次的 这个问题 那所以柯文哲 你不是口口声跟我们讲说 你没养网军吗 对不对 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你说你没有付钱 所以你到底是要证明 你有养网军还是没有养网军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奇妙 你跟这个吴子佳的 共同合作 我觉得这个背后让人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你